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6月24日 今天我先说一下 就是说,跟我做科研的同学呢 希望你们就是每天都看看YouTube和TikTok的视频 然后先来一下写一些Summary 然后尽可能多多写 因为现在学生比较多 我并没有时间给每一个学生每天都迷顶 教你们基本功 所以这个视频呢是你们最好的学习方法 有些学生会问了 那这个视频我完全看不懂怎么办 我完全看不懂呢 我怎么留言呢 那你如果看得懂呢 你就写你能看 总结一下你能看懂的部分 如果你看不懂呢 你就可以问一些问题 你可以想想通过问什么问题 问哪些问题 能帮助你理解这个视频在说啥 或者说这个事情传达的一些观点 就是你可以多写一些问题在下面 这也是可以的 然后就是如果想来 之前没有跟我做科研 想来找我做科研的同学呢 你们可以发文件联系我 当然建议在你们发文件联系之前呢 把我一些科研相关的视频都看一看 看看就是说我跟别的学生是怎么meeting的 以及大家的工作方式 工作模式 就是看看你是否能接受这样的工作方式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跟学生meeting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我也会非常生气 然后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你看能不能接受 就是比较暴躁的我 OK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一下我们这个证明 你这个证明大体思路感觉比 原来写的要就是清楚多了 就是说你翻到你最开始哪个 好这点我稍等 你先翻到那个C.13 对 上面其实还有上面我挣了一些废话 然后我不需要看的话C.13 对C.15这个你已经改了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看看你这个C.15 你应该写成F的 following condition hold的 把那东西写成条件 这个T写成条件是吧 所有都是条件 只有那个概率是最后种结果 好的OK 然后你这个T可能 需不需要 dependent O我不知道 可能还需要是什么 Omega什么之类 I don't know 他需要Omega at D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他是需要at least的 你看你上面那个 这没有什么确定不确定 你看你怎么调用这个东西的 那么白纸黑字写清楚 T at least Omega log 你为什么可以不确定 刚才扫的我扫的我扫的我都扫到了 你听懂了吗 我听懂了 你的F的following condition hold的里边要写T at least Omega log11 delta1 Delta1属于0到1 WR属于sigma方乘以这个 oh that's correct thing oh do you understand oh understand ok good 下页 16 我看一下 这个也没啥问题 我觉得 我这要是这个东西 100pation 我想想这为什么是个四阶项 这为什么是个平方向 oh这是个平方向 没错 ok good correct 继续 这是一个化解IC 你的G是啥 这个我这有点没懂 我想想 你S不是 G的range都不在1到D之间 G是你有多少个data G在1到N之间 S的循环是在1到D之间 你为什么能写出来一个S不等于G呢 这我可能敲错 这两个东西晾纲都不一样 你想写啥 它还是T 就是这个T OK 你写完之后 你自好用你的眼睛检查一下 对 这东西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算啥 我一眼睛看着这个bug 就一个statement需要self content 你写的证明 我估计大概都是对的 但是你要学会写完之后 仔细地检查你这个statement 好 你理解我说了吗 我理解了 就是你要想象一下 你把这个证明写完之后 你把statement写完之后 你现在不看这个证明 只看这个statement 这个statement是否make sense 这是你需要思考的事情 哦好 然后你那个laterhds 的笔笔范呢 你要写hds 属于r n by n 矩阵 不然的话别人不知道 这代曼是啥 对吧 哦好的 这个我下去改 我之后可能都写这个 对然后你的ij 你也要写一下 就是它是 需要你内行的ij 你需要写一下 for eachij 应n的对吧 你只有每次强调 那个i和j 属于应n 你才不会把这个index打错 哦好的 你namely 后面那句话 namely那个字看到了吗 看到了 你ether在namely前面的 eetherenable之后 写for eachij 属于n hi等于blahblah 或者blahblah 之后写for eachij 应n 这两个case都是ok的 你每次的时候 需要不断的remand 你i和j属于n 你才不会把i次 打成不等于j 哦好的 你听懂了吗 哦我听懂了 就是我在给你们 介绍一些基本的一些 就是数学的一本 基本功夫 书写的素养 并不是在告诉你们 non-true的数学 你听懂了吗 我听懂了 这是为什么 我需要录视频的原因 你理解了吗 哦我理解了 Why is good 好我们继续下一个statement 你看这个statement 就写的非常clean Zenway还有warrants 被用于bomb了 对吧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情 eventually 我们可能可以假设 sigma大于1 我不是很确定 但你可以先这么写 就我需要把这儿化解吗 现在不需要化解 你可以cape这个imand 但我的感觉是最后 eventually我们care的问题 那个sigma 应该一定是大于1的 所以你先这么写 但你cape这个事情imand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往下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场 就这种式子 我什么时候应该写 就是c什么时候应该写 不是你 如果一个常数非常简单 是234567小一时 你都应该写在那 或者一个非常clean的常数 如果这个常数 很难算清楚 你就写o就可以了 哦好 但这个时候是个3 你就应该写在那 哦好的 然后你为什么23和22 都以亏程编号 什么意思 往下往下 你为什么以亏程22和23 都有编号呢 哦我可能没打notize 对你要记住打notize 你看这就是一个 基本功的问题 看到了吗 看到了 就是丢三落四 再往下 哦好的 哦对我印象中 你有一个equation 写的比较诡异 你往上反 就是是一个 你有一个概率 你有两行 连两行equation 没有写任何字 你往上 就是一个概率公式 我印象中 你再往上 我看一看 再往上 概率应该在很上面 对前面后面都有这个问题 你应该是 我需要跟你简单说一下 这个吗 这个也不是 不是你有一页 你有一些equation 连着写了两个概率公式 一个是A小一B 一个是A大一B 对这个对 你能告诉我 这么一害 我能知道这两个 equation关键是啥 我不知道 对吧 对 你能 我猜你应该想说 by some of you 你能得到第一个equation 对吧 对 然后你应该写 which is equivalent to 下面这个 你写成两个 中间加句废话 这个时候 人就能懂了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我还是顾的 OK 我一会修一下这个 然后我们再回答刚刚 对 你可以回答刚刚 那继续 你这个提供好多的素材 这个以后 以后哪个学生 不会用这玩意 你负责教他 OK 好的 这个看过了 就是那个玩意 然后对 这个是为什么问题 你给我解决 我可以教你 这个太长了 就是 没事 你就这样吧 这没事 哦好 然后是 OK Bernstein 就这种太长的东西 你不用留comments 我告诉你 我看到了 就是有些东西 你需要提醒我 我告诉你 有些东西 你不需要提醒我 哦好的 你看我显然 这种东西超出边界 好的 你懂了吗 就是这种东西 我不用管 你不是不用管 你不需要留comments 我看到了 一定会跟你说的 哦好的 你需要意识到有些事情 就是有些东西 有些问题呢 你不留comments 我看这个东西 是意识不到的 哦 就这样的case 我需要留comments 对 有些有些comments 就这种case 你不需要留comments 我看一眼 我一定能意识到 这是个问题 因为你超出边界了 我只要是个正常人 所以你不需要留comments 你可以在meetman跟我说 或者等着我自己发现 这件事情 都可以 哦好的 就这种comments 你留了属于在浪费 就是消耗别人的精力 你自己想的 你应该把你的comments 留在一些关键的数学问题上 你不知道怎么解决 OK 就这种comments 你可以在meetman 直接跟我说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留comments 我就算你不留 我看的时候 你觉得我能发现不了 这个问题吗 我连你的dex 我打错 我能发现 我连这个 你觉得我发现不了 然后就是first 对对 看你24 看到24了吗 以确是24 看到了吗 对 OK 好的 我听到了 同理 你应该写 达成两个以确 然后你可以写 which is equivalent 或者which implies 这样都可以 对吧 哦好 有的时候是等价关系 有的时候是一个implant 你写清楚 你要写话 好 你不能在这简单的 罗列程序 OK 你懂吗 我懂了 你这玩意儿 别的学生看不懂 但是我能看懂 但是eventually 你过几天 你自己都看不懂了 因为我见过 每个学生都这么干过 所以我特别能利益 你们在这写啥 因为我见过足够的 full data 你知道吗 OK 好的 你来嘛 4.28 对啊 你看你这几个证明写的 都非常流畅 对吧 非常清晰 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我觉得写挺好 你往下帮我看 你往上 这个statement 你可能可以划减一下 eventually 但现在可以不需要划减 对 主要是delta 我还会问你 就是 我们其实要把 上面那个bomb的 那个theta1搞进来 然后 什么theta1 什么theta1 不是 delta1 就是那个 就我们要把那个delta 这个delta1搞进来 然后 你们两个delta1 一个选择 一个delta1除以poly-n 或者delta1除以2 就完了吗 就是 你有m个random variable 所以你的delta 要除以delta除以m 因为你要有那bomb的 m个random variable 这个在下面 没事 就我们先看这个 我觉得 你用这个log 就是你有两个statement 对吧 一个概率来自于 你一辈子高概率 所有的random variable is bounded 那个的delta 你需要选成delta除以m 或者delta除以poly-m 或者poly-n 这样的东西 因为你需要unibomb 那么个random variable OK 好 那个concentration说的是 对每一个fix random variable 你能得到那个概率 但是你有m个 你就要unibomb的overm个 对 然后overm个 我得到一个delta1 然后这个delta1 还要跟这个delta 再对 这两个一屏 对unibomb的 所以你把这个delta1 选成delta1 除以2就可以了 好我听懂 然后那个delta 你选成delta除以2 两个一屏就是delta 对吧 对 你理解怎么unibomb的了吗 是不是非常简单 我理解 然后 OKOK 我还要顾答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poly-d 啥意思 就是poly-d 就是地图的 比如110 20 30 40 50 这样一个poly-d 地图的一个常数 很大的常数 10多 20多 OK 好 你需要unibomb 多少个字 你自己可以算出来 OK 然后这我自己调一下 把上面那个辣码 对 你自己调一下就可以了 对吧 OK 然后 你正确的写法 应该是 把第二项里边的d c给第一项 把第二项删掉 OK 我听懂了 你不需要保留第二项 你直接让第一项 变大就可以了 懂了吗 懂了 OK 我听懂 你把第二项 c给第一项一份 对吧 你把第二项 因为第一项 你比第二项大 就变得比较大了 现在没调它的原因 是那个d的factor存在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所以你就 因为这个bun 我们inanyway 可能都很loose 我们不care电视 所以你证明里边 可以写两个字和 但是你的statement里边 写成那下就可以了 好 我听懂了 你听懂了吗 我听懂了 就是你想你一开始 那个statement 你那本来有三项 对吧 我如果不让你化解 你就有两项 先程到一项化解 但你要化解 你需要有一个 你现在可能没有什么sense 什么东西像可以drop 但是你写些是写多了 你就有sense了 好的 还有啥问题 下本还新写了几个statement 然后这是优念棒的整个 然后大概是长这样 OK 我想要 你这个statement写的有问题 你应该把你的data调成 log王王大调成 n出一段 最后我们要 最后我们要一个什么效果 就是这块是 里边是ipsum 然后外边是data 是吧 对 所以你应该把你的里边的 ipsum翻大 所以懂吗 我懂了 就是我保证这个式 最后是我们想要的 correct correct 然后然后你要 然后你听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你这个地方 不应该有两个term 应该只有一个term 对吧 对 你每次都有两个term 你后来算越来越复杂了 对不对 对 这个会了吗 这个会了 所以你在 你在梦开舌的地方 那个地方 第一次出现两个term的时候 你像stamin只有一个term 然后之后就每次 你的life就非常easier 对 然后这个的ipsum 不应该写在除在分母上 这个的ipsum 这个的ipsum平方 不应该写在分 不应该要分数形式 应该在一开始写在 ipsum-2 哦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盖房子 对吧 你在盖房子 你的一层 为什么这么 这么点东西 二层把一层压塌了 你要记了 你这样去搞重复工程 那不就要全记了 对不对 是的 这个太丑了 对吧 所以你应该把那个ipsum 就是这个 比8次方乘以sigma的 平方加sigma 而不要写成除以这个大分数线 哦好的 哪些哪些东西 不知道怎么美化优化 你倒是来问我 你可以自己来问我 可以跟你讲啊 OK 今天视频下 你可以再总结一下 这些东西啊 你这个你这个 你这个教材非常好 后面这个term是原来的 continuous的那个sensitivity 现在大概就boost了一个ipsum 就不要boost了 多了一下 多了一下 我看一下 所以ipsum要调成 I see 对 你最后应该让这个地方 出现的是ipsum 而不是n加ipsum nipsum加这个 对 对我会让他出现ipsum 这个没问题 然后你把这个 等等的 我想想你这出1分nipsum 可以 没事你就应该出现这个玩意 这好像没问题 你就应该 因为你出现ipsum 反而没法调了 就是nipsum 你就出现ipsum 这个地方是对的 然后我就上面把 我就把这个delta调一下 对你把deltafix 就是ipsum ipsum不需要翻过来 就是deltafix就可以了 哦OK 然后你最终呢 你想想你根据你的intuition 你最终应该怎么选呢 你最终这个ipsum 应该选 你往下翻 哦对 不是就是就来往上 你来思考一下 对吧 你通过证了一个东西 你现在额外 brook这个nipsum 对吧 什么情况下 你的解释最优的 那就是第一个项 和第二项一样 因为你第二项 永远要配 对不对 对第二项肯定是在 所以你第一项 跟第二项条上一样的 就是你最优的case 在大b个o情况下 对 exactly 我们永远说的是b个o 不然我们就什么数学呢 OK好的 这个听懂了吗 听懂了 所以given that 你的ipsum 应该怎么选 对吧 应该选了啥 就让两个相等 然后就反解 exactly 反解 然后这就是你最终的答案 你的bomb 所以你最终的答案 就是把ipsum带成那个 然后就是在这个stament里面 把那个bomb 你可以你可以再写一个stament 反正你现在刚开始学 多写几个stament 没还坏处 你听懂了吗 我听懂 你这个你这个视频太棒了 这个这个提供了很多教学素材 虽然我不知道咱们 这个文章中能干啥 但是我觉得这个视频 也是太棒了 提供了很多教学素材 OK 我觉得非常好 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OKOK 我还是故的 你还有啥问题 但是就是这个东西 本账我们要做 那个拉普拉斯的dp 拉普拉斯dp 它是一个l1norm 现在是fnorm 这个会 这个会有问题 还是说 那么fnorm truele by 这件事情 不是很共同玩意 不是我们要 就我们最后要的是one norm 不是fnorm 对对 那fnorm可以bombed by truele by one norm 因为fnorm就是l2norm 对对 是的 那fnorm不是atmost one norm 不是 但是我们最后 laplus的sacitivity 是要求的是l1norm 我们最后要bomb的那个l1norm 不是fnorm 那你要bomb 我不知道你在说啥 我们要最后bomb的 就是我们要 就往h上加 加拉普拉斯 然后让h是dp 我们现在还没加拉普拉斯 是吧 对 现在这是我们在算它的cd 对啊 那你就bomb点加 然后怎么了 啥意思呢 那你就bomb了那个randomware 不怎么加起来 这有啥问题 我要算这个hds和hds一撇的one norm 对 它的one norm就是atmost fnorm 就是one norm 你可以用入层 入N倍的fnorm就完了 哦 好的 就是one norm和to norm 是有一个关系的 对吧 to norm永远 今天 就to norm永远atmost one norm 对吧 这个你认可吗 我认可 然后one norm永远at least square root dimension 乘以to norm 这个你认可吗 这个我想想 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在你这儿dimension 在你这儿dimension就是n方 对吧 对 就差一个n 对啊 所以你bomb的fnorm 就可以bomb的one norm 你bomb的one norm 就可以bomb的fnorm 你就差一个n 我们这个问题不care 可能对吧 哦 好的 学废了吗 学会了 还是学废了 学会了 okokok 给你做科研 真开心啊 每天都有很多素材 还有啥问题 没有 没啥问题 就我先把它 ok你赶紧去搞吧 你这个感觉 今天进步神速啊 你现在至少写了 很多garbage 我可以来评论啊 你写了之后 你可以来找我迷评啊 我可以先review一下 你这东西 然后再跟他迷评啊 ok好的 你这东西以后 还是先让我视察一下 就是具体的一些数学指导 你可以让他搞 他搞不出来的 我再帮你搞上 但是这些数 基本功的话 我还是我来教你们啊 好的 但是你这种基本功 你直接问我就可以了 ok好的 明白了 我跟你说 我以前每天早上起来 看到你们写这些棒子 我就血压飙升 现在我已经佛系了 我操啊 我现在已经正常 你们不写这玩意儿 就见鬼了 你知道我现在觉得 你现在哪个学生 要不写这种 要我血压飙升 我觉得非常神奇 这不可能 我现在觉得 我肯定想想 我是拿错手机了 我确实就 市子看来很头疼 我太多 对啊 你想你每天早上看 看十个学生 给你写这市子发展截图 你是什么心态 你今天还想过日子吗 你现在为什么理解 做科研老师 都很崩溃了吗 我理解 就是你要给每个学生 讲一遍 然后他们犯的问题 是同样的 然后都很惹 对啊 每个人问题都差不多 大家又差一丢丢 然后每天早上 你看到十个这样的问题 数到钱 你就看到十个这样的问题 卧槽 你心态能好吗 你能不骂人吗 你肯定会骂人啊 你想我都录了 那么多视频 我跟学生说 你们做科研 跟我做科研学生 应该看我的视频 然后去留言 对吧 有些学生还问我 老师 我看不到视频 我应该怎么留言 你看不到视频 有个问题啊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视频 还是不够多 这个我还是要多 我以明年 当我有一万个视频的时候 可能你感觉 没有这么多问题了 但我感觉就是视频 我看的时候会忘 然后就我只能记住 可能最近几期 或者几十期的内容 再往前 我可能就不记得 每忘一次 你可以投悬梁追赐 我就能这么说 那你要是忘 那我就不知道 那为啥我不会忘呢 还说你觉得我也会忘 只是你觉得我会忘吗 跟你们说了一些事情 或者说 我有些事情会忘吗 你觉得 我也很难跳 我是学生的时候了 就我感觉就是 忘主要是因为 重复的不够多了 所以你觉得我会忘 所以你觉得我完全不会忘 就是因为我重复太多了 是吧 对啊 就我现在还甚至记得 我高考的时候那些东西 因为重复太多变了 所以我感觉你不会忘 所以你觉得 就是我这个equation 因为我每天都给你讲 它已经刻入我的DNA了 是吧 是 对 我可能写太少 要省太够了 OK OK 行吧 那你反正就 我觉得这只能就是重复了 那你有空的时候 你也可以回去反复看一些视频 如果你觉得哪些视频 不要有用了吧 这会儿再回去看一下 对这个我会 我反复吟唱 才能学会 OK 你认为Program挺好的 要不先这样 你赶紧休息去吧 好 你起来之后可以找我们一天 拜拜 OK好 拜拜